末日前蓝白河谈派好像陷入了僵集 不过来看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昨天接受专访终于首度松口了 他就说为了促进政党轮替 城市最重要个人荣辱都是小事 这句话我们要怎么解读呢 我们就整理出了几大重点 跟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 因为柯文觉得在后天也就是26号 将会公布联合政府的规范方式 侯友宜昨天就设定出了最后的底线 要求柯文者最慢明天就要回复 否则比赛将会宣告结束 就进入到了这个政党协商 而且侯友宜还说蓝白河的前提大原则 都还没有确定就要谈组联合政府 或是讨论以民主初选 全民调占比各一半的方式 来决定谁赠谁负 侯友宜就说大原则是要先确定 否则投没过升怎么过呢 好那这大方向是什么呢 侯友宜其实也说了 就是双方要先谈妥蓝白河的结果 就是侯友宜要愿意接受柯侯佩 柯文者也要愿意接受侯柯佩 这个方向大家谈妥之后呢 再来谈谁赠谁负的比赛规则 接下来的细节也将会由幕僚去谈 双方都会各退一步 所以我们看到侯友宜昨天也首度公布了民主初选的选票大样了 侯柯佩跟柯侯佩两个投票栏位都是要诉诸民意决定 他也说这一波的民主初选预计呢会在全国设置422个投票所 最慢在10月25号就要确定了 那至于民调的部分 他主张侯柯佩或是柯侯佩各为一组 分别跟民进党的赖萧佩进行互比式的一个民调 就不是侯友宜一个人跟赖萧佩对比 也不是柯文哲一个人跟赖萧佩对比 最后侯友宜也说了希望两人三脚骑步走 希望柯文哲在明天以前回复 如果说不接受下一步将进入政党协商 以上就是蓝白河的最新进度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